政府是打算成立這個獨立委員會的 但是我在這裡要再一次重申 其實過往特區政府都有成立一些獨立的委員會 但是當中是有兩種的 有兩種情況 雖然那兩種都有機會是由法官領導 但是兩種最大的分別是在於 有一種的叫做調查委員會 是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成立的 意思就是說它因為根據那條條例 它是有一連串的法定權力的 那就是要由特首會和行政會議 委任兩位或以上的成員 那這兩位委員當然要成立這個調查委員會 一定是涉及公眾利益的 而另外一種例如是什麼呢 例如是現在調查的巴士的管治 或者之前2014年高鐵超之研誤 這一種的情況都是不是根據第86章成立的 有第86章在今次這個沙中線的事件 月台這個疑似造假事件是非常之重要 一 因為到今天我們見到有一些關鍵的機構 或者是人物到今天是仍然是不願意面對公眾的 而根據那條條例如果有一些 如果傳召了一些關事的證人 而這些證人是拒絕出庭作證的話 如果這些證人是拒絕出庭作證的話 一 政府這個委員會是可以出拘捕令 又或者是會有機會是涉源是有一個這個藐視罪的 而第二 為什麼在今次這件事件是很應該用這個86條呢 就是我們知道有很多知情人士 可能因為種種的原因 包括這個保密協議 是不能夠出庭或者是出來講更加多的資料 但是如果有86章的話呢 就可以保障了這些證人可以作供之餘 亦都不會因為它的供詞而帶來民事或者刑事的責任的 而第三 正如我剛才所講的 高鐵事件其實已經做過一個獨立的專家小組 是沒有86的權力的 但是已經指出了政府和港鐵都有很多問題 而到今日都未解決 所以在這個時刻是絕對應該 是用一個更高層次的調查委員會 去處理和調查到底管治和監察上面出現了什麼問題 最重要的作為一個結論就是什麼呢 就是今次這個是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 而我們市民見到這件事是涉及我們說是大老虎 說的是一些拿了公帑成52億 但是港鐵對它完全是沒有辦法 是完全是召喚它都不願意出來的 那麼在這些情況的話沒有86的話這些人是繼續會採取一個不合作的態度 我們又如何得知真相呢 所以如果要打大老虎的話這隻老虎一定要有牙有力 所以86條就是一個最有力最有效的方法 可以令到一些原本想逃避法律責任或者甚至是想隱瞞的一些事件的人士 是要面對公眾或者面對委員會 我們才有機會查出真相 而過去大概這10年我們見過07年 校園風波見過原水和南亞海難都是用86章來去處理這個調查委員會的 所以我很希望特區政府應該是痛定思痛 如果真是尊重民意 如果真是緊張市民的安全 如果他真是認為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是別無他選 應該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成立這個有法定權力的調查委員會 可以說一下你認為如果調查的話 那個範圍會是甚麼東西可以查些甚麼人 好我之前都上個星期四曾經發信給特首 就是希望他可以用第86章成立這個調查委員會當中 我們列出五項的範疇的 最主要都是涉及這次的責任誰屬 究竟是哪一方出現了問題 而且也都是有沒有譬如說是人為的疏忽 甚至是去到續職 當然也都要看回政府和港鐵在這個運作上面 監察上面甚至是去到同這些承辦商的合約上面 有沒有出現了甚麼問題和瑕疵的 在這種事件當中我們看得到 就算禮頓拿了一個52.4億的工程項目的合約都可以當港鐵是廢的 就是可以不用理他的任何要求的 亦都是不需要向公眾交代的 這些是成何體統 所以我們認為起碼這些範疇是應該調查 當然如果是可以的話是應該調查究竟這些深存僥倖做工程的態度 究竟是只是出現在港鐵的項目當中 還是整個的建造業都是有一個同樣的心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對我們香港的公眾安全 很多的建築物的安全是帶來重大的隱憂 所以我很希望特首和會同行政會議 可以盡快成立在這個根據86的調查委員會 因為其實都有機會是這一班可能承建商或者一些公監商 都有機會是做其他的工程 那你可能其他港鐵工程 那會不會都尋求政府要檢查其他站 當然特別是當然現在今次這件事件 究竟涉及過層面有多廣泛 其實是很難預見 但當然我自己覺得尤其是禮頓 除了獲得沙中線的合約之外 都是獲得高鐵西九總站的合約的 那我就不太清楚它涉獵那個範圍是否一樣 當然特別是跟這個扎鐵那邊 或者是否跟分隔場的螺絲帽色色相關 但我很希望港鐵或者政府能夠在現在這個範疇 尤其是有機會是涉及相同的承建商或者是分判商的話 政府應該嚴加檢測 看看他們的紀錄上面是否恰當 或者是他們的巡查那方面是否做得足 如果有些什麼的問題的話 是應該盡快去了解情況甚至是追究責任的 因為剛才剛才提出了說 很多阿環都疑似有這樣的鋼金被檢測 即如果真的萬一有其他責任都是這樣發生的事情 其實應該怎樣處理或者究竟怎樣去解決這個 可能不是只有一個責任的問題 真是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件事件已經似乎去到一個 我不知道政府或者甚至是高鐵或者港鐵 應該說現在這件事件可能已經去到一個 想不到有多麼廣泛的層面 或者甚至是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以政府是應該盡快要求港鐵 就住不同的車站或者甚至跟不同 尤其是禮頓 或者跟不同的這個承辦商的相關的合約 等這些承辦盡快去聯絡這些承辦商 也都要求這些承辦商 跟他們自己的分判商 盡快去作出了解 因為在過去一段日子 我們當然是聽過這個犯信 但是我們到今天仍然是沒有機會 是聽過犯信公開交代任何事情的 當然有86的話是可以協助得到 但是也都未必是可以短時間之內 處理到一些問題 自本當然這個調查委員會是必須要成立 但是如果治標的話 我認為政府一是盡快要求港鐵 盡快聯絡相關的承辦商 要求承辦商跟分判商進行聯絡 要求他們交出相關監察和相關建築工程期間的文件 二要盡快進行檢視 三甚至有需要的時候盡快委派獨立的一些檢測的專家 去檢測就著無論是負寵 或者甚至是工程的項目 因為我們也都知道或者了解 在今年的三月 其實曾經爆出 就是這個紅磡在拔延館下的一個隧道 曾經港鐵是需要拆除一百三十多米的長 因為當中是有三個接駁位 是這個鋼筋是疑似接駁不可當的 即是未符合安全標準的 即是這個足以證明得到 用目測或者甚至是一個簡單的補救 都未必可行 所以是應該盡快檢查地盤的各個有可疑的地方 包括是漏水、滲水 港鐵不要再用軟移藝術 嘗試授潮、香港天氣潮濕或者有地下水 所以引致到有水積這樣再去解釋 如果真的有持續滲水的情況 而是修補不到的話 是應該盡快考慮拆開這個石屎 看看鋼筋折駁的問題 我相信現在是連港鐵和政府都無法掌握 那個影響面究竟有多大 應該盡快去向分判商和承建商了解 究竟那個巡查和檢查的程度是去到哪裡 麻煩你